我喜歡SARS走出自己比較獨特的方式 就是我覺得靈魂這種東西是不能複製的 所以你應該要讓那個樂器自己發揮那個樂器 它自己有的那個特質跟它的那種語言的魅力 我建議大家平常可以多練習古典時期的曲目 雖然都是改編的 可是古典曲目就像顯影記一樣 它會把你全部的基本功問題都暴露無遺 不管是節奏技巧的平均 或者是音準音色的修煉 或者是音樂的審美觀 還是你們對句子甚至結構的分析理解 其實都是非常好的訓練 因為越乾淨的音樂 你越可以去訓練自己的耳朵 也建議大家就除了自己本科的曲目之外 其實建議真的建議多聽聽不同類型的樂器 或不同的那個編制的演出 就是要多聽音樂會 你也要多聽聽 你也要多聽聽 你也要多聽聽